欢迎收听声东击西 三十早报每天为你白话最新的国际新闻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苹果podcast上或各种播客客户端中搜索三十早报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首先最近其实是我去了一趟洛杉矶刚刚参加了一个迪士尼的活动 而对迪士尼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在洛杉矶的星光大道上为迪士尼最主要的一个卡通形象mini 增加了一颗星星而这也是星光大道上的第2627颗星星 2627还是非常好记的 这不是迪士尼第一次拿到星星了 大家最熟悉的另一个卡通形象就是米奇 也是整个迪士尼公司的一个象征和起家的重要角色 他在40年前的1978年就拿到了星光大道上的这颗星星 而事隔40年之后米奇的同伴mini也拿到了这个星星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想聊一聊 星光大道这个看上去大家最熟悉的洛杉矶的一个景点和地标 它背后各种有意思的故事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还是声东西系的老朋友 位于洛杉矶的Alan Alan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Alan 感谢感谢Selina又请我来到节目里面做客 Alan其实那个星光大道 可能我们是因为人在美国 所以会觉得这个名字就是大名鼎鼎非常响亮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在洛杉矶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他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王府井在北京吗 这比喻比的还挺恰当 应该到不了王府井 王府井应该是在北京市的正中间 他应该是在洛杉矶的市 大概是中北部的样子 对就是他在市中心的北边这样子 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区域吧 因为洛杉矶分成很多不同的小区嘛 就跟北京一样 朝阳啊海淀啊之类的 他大概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区的正中间这样 地理位置是这样子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看过电影像 La La Land呀 爱与之城这种 大概对洛杉矶的整个的地理的状况 有一点概念啊 他洛杉矶这个城市和很多美国的纽约 旧金山或者欧洲的其他城市 很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这个城市是非常的分散的 他每个区域其实比很多城市的具体的一个区 还要大很多 对摊大饼 而且又没有公共交通 然后就你没有车的话就没法活了 然后你在洛杉矶市内不管是哪 然后再这样走路的话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不是说再这样走路 就是你要是步行去哪的话 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local都有车 其实就是对不行不太友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对 一个城市 而且洛杉矶是不是比喻啊 就是确实是真的真的是车比人多 就是一家都有两三个车这样子 所以他的人均占有量的车的占有量是大于大于一的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车实在是哪都去不了 因为它实在太大了 而且公共交通特别慢 再加上他堵车堵的特别厉害 我们好像说的有点远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想讲新光大道 其实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 它可能并不是大家经常去的地方 但是它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它每年有将近一千万的游客会踏足这个景点 它是洛杉矶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但是同时大家可能了解到它 还是因为新光大道也是每年奥斯卡一个重要的所在地 是这样吧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电视荧幕中 曾经无数次的看到了过新光大道 而新光大道其实它得名于此 就是因为它这个大道上有无数的星星 那我不知道像拿到这个星星 对于好莱坞的人 不论是演员导演 还是各种音乐界的明星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它算是它职业生涯的一个顶点了吗 看具体分人了吧 因为我觉得上新光大道 我之前想的时候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想的是还非常的繁琐 你必须要是多么多么出名的 有多少多少作品在身上 才可以去伸这个 但是好像其实并没有什么门槛 只要你去申请 然后他们那边批就可以了 当然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去伸 很多一线的巨星当然会有自己的星星在上面 但是很多二三线的也会有自己的星星在上面 包括一些就比如说像小李子 或者德尼罗这种一线巨星 他对他来说 我们一会儿也会说 大概申请是一个怎么样流程 但对他们来说 那个申请费三万块钱 就是简直就零花钱 口袋里面随手一掏就可以伸了的那种 但是有的明星 因为有的明星去对他们来说 这三万块钱还是挺难拿的 比如说当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演Style Track其中有一个明星 因为粉丝都想让他的星星在那上面 他的自己又没钱 然后所以还要找别人募捐 最后才凑齐了三万块钱 还要给人家求情 最后给他打了一个 应该是给他打了一个五折 才把他的星星放上去 对 其实Alan刚才有描述 就是说其实任何人都是有机会申请 是因为这个规定呢 相对而言听上去是比较民主化的 它确实是规定 可能你只要在你所在的领域 有五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而同时你支付三万美金 这三万美金 其实其中一半是用于 以后这个星星的维护 而另一半是 就是支付这种寿星典礼 对吗 对 颁售这个星星的那个典礼的钱 但同时呢 你这样听上去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这个组委会 它其实是叫好莱坞商业委员会 Chemper of Commerce LA Hollywood Chamber of Commerce 这个组委会它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弹性的标准 它就是说因为这个星光大道既然是一个游客的所在地 所以你需要足够的有名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所以这个前提就是依然是足够有名 而不仅仅是说之后的像无论是三万美金 还是说你可能是交一份申请 这个其实反而是最轻松的部分 而最难的部分是达到足够有名 对是的 而且确实是跟你刚才说的一样 虽然可能门槛没有有些人想象那么高 但是确实这是一个彰显跟 巩固一个明星在整个圈内的位置地位的一个象征吧 就是你把你的星星放进去之后 别人看到了可能会想 我不知道这是谁我没听说过 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因为它有星星在 它有属于自己的星星在这个星光大道上 which is全世界娱乐中心看的人最多的地方 对就每天要被踩上无数角的地方 是的 但是这种被踩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它不是说像我们的那个 以前最早Dig Dig有一个新网站就是说你喜欢一个news 或者你认可一个news你就是顶 不认可就是财 对吧 它不是那个意思 实际上我们可以再回顾来 介绍一点这个星光大道的背景 它差不多是1960年开始建造 这个星光大道上的这些星星的 而在第一个星星被放到这个大道之前 当时有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它应该是棕色的蓝色的还是黑色的 甚至说是不是可以是粉色的 现在粉色是个流行色了 但当时就觉得是不是粉色很契合这个好莱坞 或者乐山记忆城市的气质 但最终大家可以看到它都不是这四种颜色 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金色 或者介意金色和黄色这样的一种选择 对 星星是红白相间的那种类似大理石的那种 然后周边的一圈是金色的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金色的名字 和它属于哪个类别的 就是现在好莱坞的这个星星 好莱坞星光大道星星大概一共有五种类别 一种是电影明星 大概占的是最高的比例 40%还是50%我忘记了 然后第二种是电视明星 第三种是音乐明星 第四种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Radio Radio就是应该是广播的 对电台 电台的明星 电台广播 对因为这套系统在美国依然还是比较强大 对 然后还有一类是叫 Theatre and Live Performance 其实就是戏剧类的 戏剧类的 所以一共是五类 电影电视唱片或音乐 电台以及戏剧 对 然后每个星星就是 里面是红白相见 外面是金色 然后金色的名字 加一个金色的圆的logo在中间 然后这个logo会显示 是哪一种类别的明星 是电影 电影就是胶片 电影应该就是胶片 然后电视的话就是一个小电视 然后音乐的话就是麦克风 这样子 以此类推 对 所以只是大家很多人都是认为 这些星星大多数都是演员或者导演 是因为电影这个行业 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 可能相对于其他色类来说 是影响范围最广的 也是最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一个部分吧 而且毕竟是好来的 其实每个明星他可以提名 并且放上去的 可以有很多种类别 如果你既演电影 又唱歌 又拍电视 你就可以有很多不同三个星星在上面 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还有很多聪明的 比如说麦克尔杰克森 有两个麦克尔杰克森 一个是50年代的一个 不是很知名的小众星星 小众明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麦克尔杰克森 然后麦克尔杰克森在09年去世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围在那个 错误的星星门口旁边 然后做桃年 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下次大家去朝圣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朝队那个正确的信息 对 做好功课再开始朝圣 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心成则灵 找到一颗 他们也彼此会惺惺相惜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讲的是巴黎的那个市中心那个公墓 就很多人可能他很喜欢某个作家 或者某个音乐人就特别去朝圣啊 然后也会带自己相应的小礼物去 虽然我觉得星光大道这些星星大多数都还在世 有相当一部分当然已经离世了 但有一部分还是在世 但是这种朝圣的感觉 给人感觉还挺像 看那个法国公布那个电影的感觉的 对 刚才我们说到 他是1960年开始建这个星光大道 嗯 它是在洛杉矶的北部 但事实上它相当于是哪几条街 或者有 我看到好像印象中有 差不多18个block 有这么大是吗 你对它的面积有一个估计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就很长 没有尽头 就是只在好莱坞大道 应该是只在好莱坞大道这一条路上 我记得 就是从东到西这样很长一条 对 那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对它印象最深的 还是它位于中国剧院前面 最集中的那一部分 对 是的 大量的 非常集中的 数量可观的 中国剧院差不多算是 最最中心吧 核心地带 然后也是最西边 然后过了中国剧院 因为中国剧院是在 应该算是最西侧 然后过了在西侧之后 还有很多星星 但是很少就有人往那边再走了 一般就到这就到头了 然后再往东边 差不多就是我们知道那些 奥斯卡和很多颁奖迪士 基本上还有首映礼 全部都是在这一条道上 就是中国剧院到 叫有一条叫 Highland Avenue 差不多这一个block中间 然后每次有什么活动的话 就会铺起红毯 把整个路都封起来 然后做活动 实际上我明天就要去 我明天要去看黑豹的首映礼 就在那儿 是吗 是的 突然想起来 然后这一条 就是非常聚集在一起 然后除了TCL 那个中国剧院 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 杜比剧院也在这个地方 就是美尼奥斯卡 颁奖典礼发生的那个地方 还有杜莎夫人拉相馆 也在这一个block中间里面 而这次米尼的那个剧院 实际上是叫做 Al Capitan是吧 我记得你说的是 它是在Al Capitan的座里头的前面 很多迪士尼电影的首映里 也是在那里去 对 是的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剧院 但是这个剧院也是属于 好莱坞大道上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剧院之一 我在那边看过 应该是疯狂动物城 然后在这个剧院里面 它是一个很old fashion的 特别老式的那种剧院 所以每次去 但是它又在星光大道上 所以要总 你要去那看电影 总得有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吧 然后所以在那边 每次放一个什么电影的话 之前都会有一个pre show 就是应该中文叫什么 应钱的一个特别的表演 然后当时是做 看风光动物城的时候 是会从地底下 就是在那个电影屏幕底下 电影屏幕面前 它是下面可以升上来 一个钢琴师 然后它一边弹 而且特别漂亮的 那种古典的那种 到处都是文筋 跟花纹图案的那种 钢琴 然后一边弹钢琴 然后一边会有一些 不管你放什么电影 有些主题的东西 在背后 然后做这样一个表演 然后当时还请到了 很多小动物来 比如说那个 风光动物里面的树塔 他们就真请到了 一个真的树塔过来 然后在台上 做各种展示 就萌到一连雪的那种 但是我只看过 这一个电影 但基本上我知道的 基本上每上一个大片的话 前面都会有相应的 这样一种应钱的 热身 算是热身表演吧 也是蛮有特色的 对 还蛮走心的 所以这次可能 他们选择的这个剧院 其实它相对于地理位置上 对面就是中国剧院 对不是正对面 但是差不多就是 走几步就到了这样 对就可以想象 你看米尼是已经 2627 2627颗星星 然后这些星星 他们选在那里 其实具体要选在 什么样的地方 还是蛮有讲究的 这个主要来做选 做这个选择的人 是整个好莱坞 这个商业委员会 做这个庆典的制片人 他的名字叫 Anna Martinez 然后他其实已经做了 30年这个事情了 比如说他给007的 第一个扮演者 罗杰摩尔的星星 就被放在了 门牌号7007的前面 都还是有深意的 对就尽可能吧 还比如说 那个拳王阿里 因为他的family name 是那个穆海穆德 是吧 所以他觉得 这个穆海穆德的 这个姓氏 是比较的 需要尊重的 所以他不希望 这个星星在地上 他把他悬崖在墙上 也成为了 这2627颗星星中 唯一被挂在 墙上的一个星星 好不公平啊 凭什么只有他 一个人挂到墙上 可能其他人 也没有提出 这个要求来 对 而且其实中间 在1994年的时候 你出生了吗 94年 我早出生了 对 1994年的时候 其实也发生了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当时有 450颗星星 因为要修地铁站 然后被临时挪开了 然后这些挪开的星星 就比如说 有马力连梦露啊 甚至包括 华特迪士尼先生 然后还有 史瓦辛格啊 卓别林啊 这些都在其中 然后差不多经历了 三年之久 等这个两个地铁站 新的地铁站 建好了以后 这些星星 才被我重新的 复原到上面去 嗯 而当中 我不知道像那个 艾伦尼有没有 你在洛杉矶住了这么久 有没有细致地 看过很多星星 呃 其实当中 有一些星星 是有一些拼写错误的 在他们最初 放上去的时候 嗯 嗯 就比较出名的 就是这个 副总统的主演 呃 在两三个月前 也不幸地发现 他可能得了乳腺癌 所以后来像 最近的颁奖礼 他也都没有出现 就朱利亚路易斯 的Riffuse 然后他 发现自己的名字 其实那个路易斯 应该是L-O-U-I-S 但是其实被写成了 L-U-I-S 少了一个字母 哦 我其实还听 想不通 他们是怎么能 把这些东西拼错 他们这种 就是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名字 他们不会 Triple Double Double Triple Check 一下 然后 Meture 就是那么几个字母 都拼写对了 嗯 反正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嗯 所以最终 他呃 把这个错版的 一个星星 就作为礼物 送给了他 然后之后 又画上了一个 呃 正版的星星 嗯 这个来讲 反正2627颗 这么多的数量 当中 可能确实是 有一些小错误 也是啊 那你避免的吧 嗯 那你有没有 比如说这些 被烙印到 星光大刀上 这些星星当中 有哪些是你啊 比较仰慕 或者是很喜欢的 一些明星 或者你有特意去 为此找过 他们的星星吗 我很诚实地表示 就在心里 默默仰慕 比较好了 是吗 呃 你你可能没有 看到过在 星星的班星典礼上 那些人山人海的 情形 嗯 应该没有 那这一次 我们在明星的 那个班星典礼上 其实是 它是上午的 11点半 正式开始 呃 但是可能 我是大概 11点多到的 当时旁边 已经排了 很长的队 大概有数百人 然后整个的交通 也做了一些管制 反正很多的 一些粉丝 都是聚集在前面 他们可能是 明尼的粉丝 也可能是 这个迪士尼 最出名的 CEO Bob Eiger的粉丝 啊 Robot Eiger的粉丝 当然 或者两者 都有 然后但是也有一些 粉丝就是穿上了 啊 明尼最典型的 那个播点群 Mini Mouse 或者说 身上有些 迪士尼的元素 特意去参加这个活动 今天我们认识 The incomparable Mini Mouse And she will receive The 2,627th star On the Hollywood Walk of Fame Seeing Minnie Is like returning home It is a special skill To bring joy to so many And she does it With an effortless Bat of a lash Don't you girl Mini You and I have shared Mini moments And milestones Over the years Standing together To celebrate Some truly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working with you Is always A special event And I am truly proud To share this day With you Oh it's beautifu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就是还是一个 应该是星光大道上 非常典型的一幕 就是每增加一颗星星 可能有一些相应的 一些粉丝 就会聚集到这里 如果我们谈论起 粉丝的这种力量的话 在2016年底的时候 星球大战的女主演 Carri Fisher 她不幸遇上了睡眠 应该叫什么 睡眠呼吸中止症 对对 是心脏病 应该是心脏病 trigger 而引发的这种 不幸去世 而当时 她的粉丝 发现在整个的 星光大道上 竟然没有一颗 Carri Fisher的星星 可能很多人 发现 星光大道上 并不是每一颗 星星上面 都已经有了名字的 有很多星星 都是空白的 所以有很多粉丝 在第二天聚在一起 为她的星星上 手写了 Carri Fisher几个字 大家为她 发起了一个 悼念的活动 就是他们觉得 星光大道上 没有一颗星星 那我们为她 临时地去做一颗星星 其实还是 让人觉得 很感动的一个场景 对 因为其实可能 大家喜欢的很多人 他们并不一定 非要在 星光大道上 有一颗星星 可能每个人 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有一颗星星 确实是更容易 集聚一些粉丝 就他们像是一个群体吧 有一种 彼此安慰的一个力量 有一个膜拜的聚集地 对 有一个实体的聚集地 是的 但是其实 也并不是很多人 都真的 值得 或者说在 星光大道上 适合有这样一颗星星 比如说最出名的 就是Donald的 他这颗星星 是因为2007年的时候 因为他在 他的最著名的 真人秀 Apprentice 就是学徒当中的 一些表现 拿到了这颗星星 事实上后来 因为大家都在厌恶程度 与日激增 而这颗星星 也不断地遭遇了破坏 所以其实有一种传言说 可能好莱坞的商业委员会 有考虑 把他的星星拿下来 当然这只是一种留言了 他们也当中 有人出来否认 但是我觉得 看上去 就和当初 他当选总统之后 他的一些住宅 有一些居民 也希望能把上面的 川普几个字拿下来 川普几个字母 拿下来 然后就是因为 觉得自己的生活 可能会受到一些 讨厌他人的一些 抗议和影响 感觉这个 还是挺相似的 现在川普的 那个还在呢吗 我记得当时 好像被 谁给挖走了 好像当时看新闻 不是被挖走 就是被砸 砸坏了 其实确实 并不是很多人 在上面都有信心了 比如说像什么 乔治卢卡斯 然后你刚刚提到 蒂卡普里奥 还有安吉林娜朱莉 其实他们在上面 也都是没有信心的 那你对 你来了这一趟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第一次去这个 行光大道呢 以前也去过 但走马观花的 特别有 你是什么印象跟感觉呢 脏腕车 是的 完全同意 因为我之前 来洛杉矶玩 最早的时候 刚来美国的时候 来第一次来洛杉矶玩 而印象最差的 也是后来 我这个情况达到 对 但是其实你想 很多人来洛杉矶旅游 包括你 不就是因为好了 对啊 但是跟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想象中 我在查的时候 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讲 如何在 Reddit上 一个 一个投票 就是大家一起来聊 你去过的世界 所有的旅游经典的地方 最让你失望的是哪一个 然后洛杉矶 也不是位居榜首 但是反正就特别 排名特别靠前的 然后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好莱坞 然后所有人都 可能来之前 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 他们都觉得 包括我来之前 我也会觉得好莱坞 就是一个特别奢靡 特别奢华 然后特别漂亮 到处都是金子 然后特别高大上的地方 然后满地的这种 这种这种星星 然后你走在上面 也特别有这种 造梦 在造梦工厂 造梦机器之中的 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实际上 你到了好莱坞大道上面 你才会发现 这是一个 local已经完全 就是除了旅游客来的 除了游客之外 没有人再会来 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 脏乱差 特别的不安全 然后满地都是 流浪汉 当然我不是说 我对流浪汉有什么意见 但是确实是给整个 给人的一个 一个第一印象 就觉得比较 比较混乱 对或者你是可能 你平时在城市生活中 你想避开 对对对 然后它不像 不像那个 时代广场那样 就是包括我每次 第一次去纽约 也会有一样 一个大概怎么样的 预期吧 或者期待 我觉得 我终于到你去 时代广场 时代广场是怎么样 然后去了之后 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 local去时代广场是怎么样 但是我去过几次 都觉得确实是一个 非常让我非常震撼的地方吧 我也愿意再去 但是好莱坞 星光达到完全就是 local完全去都不想去的地方 包括你要是想去感受 那种高端奢华体验 去shopping或者怎么样 大家都去 Beverly Hills 然后所有的电影的studio 然后做电影的 真正在 做电影的人 没有人在好莱坞 他们都去Burban Clip 包括Warner Brothers 皇家兄弟啊 迪士尼啊 你能想到基本上都在 Burban可在那个 更北的这个地方 然后明星住哪儿 也没有人住好莱坞 不会有人住好莱坞了 要不就住在 马里布 或者Brinwood 或者Pacific Palisades 然后再差 最差的 最次的二线 二三线的一些明星 或者说金金之类的 也会住在 Sermann Oaks 就是 再往北的这边 那个Valley里面 在星光达到上面 那West Hollywood 其实也现在年轻人 对 West Hollywood 跟West Hollywood 都有 都还有蛮多人住的 但是在好莱坞大道上 确实就是 真的是脏乱差 而且非常的危险 因为我之前 刚毕业的时候 在那边一家 算是青年旅社吧 打过一段工 每天晚上都会 从那条路上走 真的是蛮危险的 经常对面 可能就出一个 强劫烟 什么的 你都不知道 对 我觉得可能 它确实是一个 不知道该怎么定义的地方 但是有一点 可能永远没有办法 磨灭它的这个影响力 就是每年的 奥斯卡会在这里举行 而且大量的 电影的首映力 依然会选择在这里 对 对 对吧 那如果比如说 传统 可能刚才 Ellen描述的 也许人们想象中 那种浮华世界 就像Vente Fair 里边写那种 好莱坞的一些情况 一些场景 都是真正发生在 比弗利山庄 或者说 可能一些其他的 洛杉矶的区域 但是 就是理论上 奥斯卡颁奖礼 也可以去那些地方 对吗 如果再建一个 新的漂亮的剧院的话 我相信洛杉矶 有很多的地方 都有这个选择 但是人们可能 依然坚持这个传统 就是因为 这里有最早 举办奥斯卡颁奖礼 的几个剧院 包括中国剧院 也是历史上 曾经做过 三次奥斯卡的颁奖礼 对吧 我印象中是 之后换到杜比 对之后 对 科大剧院 也就是现在的 都比剧院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 这个就是一个 他深深的烙印 可能他很多地方 都不尽完美 但是他依然是 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 还是愿意去看一下 这个究竟是一个 眼见为师啊 见到洛杉矶的一个 本质性的 最有光滑的 只要调整好 心理预期就可以了 我还看到外写篇 专门写这个文章 最后一段 写的还蛮好的 我还大概翻了一下 就是说的是 游客们不是来这里 看路坑发胆和贫困的 那是他们登上 飞往加州海滩的 飞机时 所想要逃离的 他们怀揣着 好莱坞梦来到这里 想要体验它的奢华 魅惑和纸醉金迷 然后没有哪份明星地图 就是在好莱坞大道上 到处都在卖的 哪个明星 住到哪 你可以去哪看的那种 然而没有哪份明星地图 能够引领你到 心中所构想出的 那个地方 对于那些 试图寻找一片梦幻乐土 乐土的树上 长满假胸 地上跑满 自带经纪人的狗的 纯真灵魂们 我深表歉意 你有的只有洛杉矶 也算是洛杉矶的 一个缩影吧 某种程度上来说 但是也挺奇妙 它意思告诉你 你可能梦幻中的 那些乐土 它依然还是在 你的梦幻中 而其实电影本质上 就是给人造梦的 而如果其实 就像我们之前 节目中也有提到过的 过去一年 好莱坞最重要的 一个事件 就是性侵风波 或者是性骚扰的事件 引发的 从好莱坞开始的一场 MeToo运动 对吧 某种程度上 我们为什么 要提到这一点呢 其实米尼的这颗星星 它相距 米奇的这颗星星 中间事隔了40年 而同时 如果大家看过一点 迪士尼的米尼 和米奇的动画片 你就会知道 它们往往是成对出现 而且米尼在当中 是扮演了很重要的 一些角色 而它的这种价值 不仅仅存在于 在荧幕之上 在整个的时尚领域 无论是穿久保龄 还是Mark Jacobs 他们有很多的 时装设计师 都是从米尼的 这个着装中 波点群中 受到了一些 灵感的启发 所以它无论 是在时尚领域 还是在电影领域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是 这四十年来 它才姗姗来迟了 得到了这颗星星 我觉得这颗星星 最近的这个颁布 恰恰迎合了 在MeToo背景之下 这种氛围 所以也是 确实是合乎时机的 也是挺恰当的吧 所以大家也都 对此觉得是一个 还挺受鼓舞的 一个事情 是的 它离米奇有多远 四十米 对 其实米奇 就是在那个 中国剧院的门口 所以迷你 其实它就是 在对面的 斜对面的 这个Al Capitan Theater的门口 就是Al Capitan 再往东一点点 大概相隔十几米 就是唐老鸭那颗星星 Donald Duck 就是全家大团圆 而且其实确实也蛮神奇的 这种虚拟形象 也真的是 拿到很多星星 是迪士尼当中 有大量的虚拟形象 比如第一颗 是米奇拿到的 然后在此之后 小熊威尼 是在2006年拿到的 唐老鸭 是在2004年拿到的 然后还有现在的 Mini 然后还有白雪公主 还有哥斯拉 对 还有斯尔比 其实但这个不是 迪士尼的了 对 还有辛普森 对的 辛普森还在 对 是的 一共有16个 应该叫什么 虚拟的明星 虚构的 虚构的明星 迪士尼应该占据了 大半 对 差不多 实际上是太多 家喻户晓的角色 什么时候有狮子王的呀 或者星巴的 对啊 Frozen 真的 我觉得可能 Elsa 说不定 在隔上一段时间 我刚想说 Elsa 也会 比如说粉丝 众筹一下 这个都是可以的 符合这个相应的规范和审核条例的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整个很民主化的任何人 无论是粉丝 你的电影公司 还是你的经纪人 还是你自己 都可以主动去申请获得这个星星 而每年差不多 好莱坞商业委员会能够收到300多封申请书 而最终他们可能会批复不到30份 也就是说有30个人每年可以拿到这个星星 而今年可能当中确实有很多大家还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是这个Mark Hamill 还有Jennifer Lawrence 还有Lim Manuel Miranda 这个太新了 可以鼓掌一下 然后还有Minimus 这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 其他这些名字我并不是特别熟悉 那其实Alan像每年有这么多角色 都会出现在星光大道上 目前拿到心的这些人当中 最年轻的角色是谁呢 最年轻的人物是谁呢 最年轻的是一个 并不是特别为人所熟知的吧 至少我们是很熟悉的一个非常老的歌手 叫Jimmy Boyd 他当时拿了很久 大概保持了40年 他是20岁的时候拿到这个星星 直到04年的时候 被18岁的Alson Twins打破了记录 Alson Twins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就是一对特别火的一对双胞胎美女 分别是玛丽凯特尔森和Ashley尔森 这两个是确实在美国特别特别有名的一对双胞胎吧 就叫Alson Twins 如果大家对这两个 这一对姐妹不熟悉的话 大家一定对她们的妹妹很熟悉 她们妹叫伊丽莎白奥尔森 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复联和美国队长里面 饰演翡红女巫的这个角色的扮演者 所以这个双胞胎是一颗星星还是两颗星星呢 这个还不知道 没有开玩笑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机会去星光大道上看一看 那其实在整个星光大道上我们聊了 它其实有这么50多年将近60年的一个历史 在这个60年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华人的一些演员或者华人的一些艺人拿到过星星 或者说被奥溢在这个星光大道上 我觉得其实不用说大家都能想到是谁了 其中有两个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成龙大哥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李小龙 这两个好像反了 应该先说李小龙 然后对李小龙应该更鼻祖一些 然后是成龙 第三个可能不是特别多的人知道 他的名字叫黄柳霜 他是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 也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亚裔美籍女演员 他是在1922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电影还处在这样一个末局时代 就已经凭借这个特异器材技术拍摄的《海事》走红 他的职业生涯漫长 而且非常的丰富 演绎的视野的跨度也非常的大 包括有默片有声片 电视剧舞台剧跟广播剧都有涉猎 对这个其实他是名副其实的 应该享有这样一颗星星的 因为你就像刚才阿兰提到 他是第一位美籍华人的好莱坞影星 而他的形象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网上搜索一下他的照片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那个时代 对华人女影星的一些塑造和想象 而且他很早就去世了 50多岁的时候 而且他其实演过一个很著名的角色是蝴蝶夫人 我们聊了很多星光大道的故事 他的历史发展 哪些人有星星 哪些人没有星星 这些星星对大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始终是认为 可能能够在星光大道 还有一颗星星 确实是一个 无论是粉丝 还是在整个电影历史上 对很多演员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希望下一次你有机会到洛杉矶去星光大道的话 能够想起我们跟你聊的这些故事 也顺便去找一找米尼那颗星星 或者去找一找你喜欢的其他演员 不只是演员 明星 那我可能等明年的时候 我去找一找 林 妈 没有 莫然达的那颗星星 好 那谢谢Ellen参加我们的节目 大家可以写Email 联系我们 etwstudio at gmail.com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们 同样是ETWstudio 在新浪微博上 我们则是声东机西ETW 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网站 etw.fm 那里有更多可以支持我们的方式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艾伦 谢谢Selena 谢谢Selena